航母作为一种舰载机为主要武器的大型水面舰艇 不仅可以提供舰载机起飞和降落 在其尺寸、排量、舰载飞行连队、进攻性和防御性武器等多种功能也都极为优秀 而现今的航空母舰已经是现代海军不可或缺的利器了 更是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象征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世界上最大的10款航空母舰 喜欢本视频的话各位观众老爷们点个小小的赞 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TOP10查克里纳旅背号航母 排量1.15万吨长度182米 舰载机30架 查克里纳旅背号轻型航空母舰建造于西班牙 是泰国皇家海军所属的航空母舰 也是东南亚地区中第一个拥有航空母舰的国家 而查克里纳旅背号上一共有30架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 其中包括AV-8S斗牛式对地攻击机 S-70B海鹰直升机 S-76海王或者CH-47支弩杆直升机 但是查克里纳旅背号却缺乏防御性武器 计划中的主要防空武器 装备海麻雀导弹和进程防御武器尚未安装 该舰只是由短程红外巡地导弹保护 现今查克里纳旅背号通常用于携带泰国王室成员 因此该舰更多的是被视为一艘最昂贵的皇家漂浮游艇 除此之外呢才是一艘垂直短距起降两栖作战能力的载体 Top 9 加富尔号航空母舰 排量2.7万吨 长度244米 舰载机20架飞机 加富尔号轻型航空母舰 于2008年交付意大利海军 目前是意大利海军的新旗舰 在舰载机方面 加富尔号可以携带超过20架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 目前包括卖到AV8B攻击机 但是之后将换装为洛克希德马迪公司的F35B 而这艘轻型航空母舰有两栖突击能力 它可以在它的飞机机库里运送主战坦克和两栖突击车 此外它还可以容纳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团 Top 8 圣保罗号航母 排量3.4万吨 长度265米 舰载机40架飞机 圣保罗号航空母舰原名福西 是法国克里蒙梭级航空母舰的第二艘 于1963年服役于法国海军 后于2000年11月卖给巴西海军 并改名为圣保罗号 从此成为了巴西海军的旗舰 而圣保罗号可以携带多达40架飞机 不过这艘航母目前主要用于飞行员训练 其进攻能力有限 再加上圣保罗号的舰载飞行连队相对薄弱 截 机和攻击主要依靠A4天鹰式攻击机 而这些老化的机种 只有有限的反舰和对地攻击能力 无法比你现代空中优势战斗机和对地攻击机 Top 7 戴高乐航母 排量4.1万吨 长度262米 舰载机40架飞机 戴高乐航母作为一艘隶属于 法国海军的核动力航空母舰 于2001年开始服役 而戴高乐航也是法国目前现役的 唯一一艘航空母舰 也是法国海军的旗舰 并且戴高乐航也是有史以来第一 也是唯一一艘部署于美国海军的核动力航空母舰 在舰载机方面 戴高乐航可以携带超过40架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 其中包括阵风多用途战机 ERC鹰眼空中预警机 以及SA-365F海豚 或者AS-322美洲豹直升机 Top 6 维克拉马迪亚号 排量4.5万吨 长度273米 舰载机30架 维克拉马迪亚号原本是俄罗斯海军基辅级航空母舰的4号舰 在2004年转让给印度并且展开大规模改造工程 成为印度海军的一艘轻型航空母舰 取代了老旧的维拉特号航空母舰 而舰载机方面 维克拉马迪亚号可以携带约30架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 其中包括米格-29多用途战斗机 海耀垂直起降对地攻击机 HAL直升机和卡31空中预警直升机 同时该舰配备了近程防空武器 Top5 美利坚号 满载排水量4.57万吨 全长257.3米 全宽32.3米 美国海军的美利坚号是作为一艘两栖攻击舰 亦是一艘中型航空母舰 它于2014年10月服役 是美利坚级的首舰 后背指派为美国海军两栖准备群的旗舰 该机舰的排水量为4.5万吨 与其他国家的中型航空母舰排水量相当 在配备了20架F35B攻击战斗机的情况下 可以搭载直升机和垂直短距起落飞机 可以履行大型航母的职责 而且这艘长257米的舰艇 是以黄蜂级马金岛号两栖攻击舰为基础设计的 采用了混合电力推进系统 TOP4 库兹涅佐夫号 排量6万吨 长度305米 舰载机 40架飞机 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是俄罗斯现役最新型的航空母舰 于1991年开始服役 虽然库兹涅佐夫号相比于美国的超级航母要小一些 却承载着相当强大的攻击性武器 在舰载机方面 库兹涅佐夫号约有40架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 其中包括苏33和各种版本的卡27 还有用于飞行员训练的双座位的苏25UTG 而且库兹涅佐夫号不仅仅是航母 也是重型航空巡洋舰 它携带了许多通常与导弹巡洋舰搭配的进攻性武器 该航母使用燃油锅炉推进 而不是核反应堆 TOP3 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 排量6.5万吨 长度284米 舰载机40架飞机 伊丽莎白女王级航空母舰 作为英国皇家海军最新型的航母 共建造了两艘 一号舰伊丽莎白女王号 于2017年12月7号服役 二号舰威尔什亲王号 则是2019年12月10号服役 而这两艘新航母 也是有史以来英国皇家海军建造的最大战舰 相比于英国无敌级轻型航母 伊丽莎白女王级航空母舰更加强大 可以携带超过40架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 其中包括F-35B闪电2 多用途战斗机 CH-47支弩杆和山猫直升机 TOP2 改良尼米兹机航母 排量10万吨 长度332米 舰载机 80架飞机 尼米兹机核动力航母是美国海军所使用的多用途超级航空母舰 从1975年时正式启用后 美国一共建造了10艘同级舰 其中包括3艘尼米兹机舰和7艘改良版的 在后继的福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于2015年正式就役前 此级航空母舰占据了美军乃至全世界最大军舰头衔数十年 在舰载机方面 尼米兹机航空母舰能够携带80架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 其中包括FA-18EF超级大黄蜂多用途战斗机 FA-18C大黄蜂对地攻击机 EA-6B徘徊者电子作战机 E-2C鹰眼预警机 C-2运输机等 TOP-1 福特级航空母舰 排量10万吨 长度335米 舰载机85架飞机 福特级航空母舰作为美国海军最新的次世代超级航空母舰 也是美军第三代核动力航空母舰 于2017年7月22号交付美国海军 并预计共有9到10艘福特级新航母舰程 而这也是世界上有史以来见到的最大和最强大的战舰 计划取代现役的尼米兹和改进的尼米兹机战舰 而福特级航母作为整个21世纪中 美国海军力量投射的中流砥柱 在舰载机方面 福特级航空母舰能够携带85架飞机 其功包括F35C闪电2战斗机 FA-18EF超级大黄蜂战斗攻击机 EA-18G咆哮者电子作战机 E2D鹰岩早期预警机 和MH-60R-S骑士鹰多用途直升机 而福特级的防御性武器包括了两座 RM-162净化版海麻雀导弹系统 和两座公养导弹系统 而现今的海上力量中 航空母舰不仅军事意义相当重大 其战略意义也尤为重要 如今有航母的国家和没航母的国家 可以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 有航母就代表着这个国家战略方向 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而战略方向的改变 亦影响着军事发展 朝着更深的方向前进 那么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如果您心中有比较经典的武器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想了解更多 记得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